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是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長野縣的清景則 是東京人的度假聖地之一 紅葉、雪景、美食、購物應有盡有 而且距離東京搭產的新幹線 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即可到達 兩天也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就來場精彩的清景則二日遊吧 因為Bob是翻開兩次取材 所以影片中有秋天的紅葉 跟冬天的雪景可以觀賞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這兩個季節的不同 我們大概早上9點來到清景則展 先散步個25分鐘左右來到雲場池 這裡有別名天鵝湖 是個狹長的人工湖泊 景色十分的優美 測試隨著世紀變化不同顏色的景觀 建議大家繞著湖畔慢慢走一圈 逛完雲場池現在大概10點半 我們繼續走個20分鐘左右 來到了清景則營作商店會 這裡如Outlet一樣 是清景則知名的購物區域 明年大約有好幾百萬人拜訪這個商店街 見證了大政時代至今 這100年間清景則變成觀光聖地的歷史 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圖產跟紀念品 大家也可以走到Shark紀念禮拜堂 拜訪超過120年歷史的教堂 剛剛走了那麼多路 讓腳休息一下如何 我們從商店街走個10分鐘左右 來到十分有歷史意義 以及國際知名度的萬平飯店 這裡於明治27年 西元1894年開業 如果天氣沒有很冷的話 我們就在Cafe Terras用個茶以及茶點 或是輕食稍微衝擊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搭乘計程車大概5分鐘的車程 或是徒步30分鐘左右回到清景則車站 我們搭乘一站 前往中清景則站 搭乘15分鐘的免費巴士 或是走一約25分鐘 我們來到新岩resort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可以體驗的東西可多了 不需要住宿也沒有問題 我們下午的時間就泡在這裡吧 剛剛萬平飯店的茶點可能還沒有讓你吃飽 我們到榆樹街小鎮的澤春Bakery 來吃點檢餐 這家店也是2021年的麵包百名店 包補點的起司漢堡以及巧克力冰淇淋蛋糕補充一下元氣 如果沒有很餓的話 我們來吃個甜點也行 湧景農場是2020甜點百名店 每天用農場直送的牛奶 以及當季的蔬菜、水果 製作的義式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的濃密程度 真的讓愛吃冰淇淋的包勃大大的驚艷 休息過後現在大概2點半左右 我們接下來拜訪清理澤最有名的教堂、石製教堂以及高原教堂 由Kendrick Band Kellogg 於1988年設計的石製教堂 絕對可以用獨一無二來稱呼 拱形的部分是用玉柱混凝土製作 然後搭配石牆跟玻璃 在下雪的時候看起來十分的有美感 高原教堂則是有一百年的歷史 特色紅葉時期的美景 當然下雪的時候也很美咯 可惜這兩個教堂世界都沒有辦法拍攝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圖片參考 離開教堂後我們徒步穿過森林 走個幾分鐘來到蜻蜓之湯 這個溫泉位在山腳下 然後有一區非常大的露天溫泉區 冬天看雪景真的很威 這一區結束大概下午四點半 我們搭車回到車站大概下午五點 嘿嘿現在就花了兩個小時 逛一下王子飯店的Outlet啦 這裡除了有兩百四家店鋪可以逛以外 大草坪以及晚上的燈飾 很適合來帶小朋友玩耍 不喜歡逛街的也可以在這邊得到充足的休息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步伐逛街 但記得要好好吃個晚餐喔 我們推薦車站走路15分鐘以內 就可以到的Emboka清景澤 家店清景澤的名店 也是披薩百名店 使用清景澤當地的自然食材製作 披薩當然好吃 當然包伯更驚豔的是他們家的溫野菜拼盤 果然是好山好水的清景澤 所種植出來的野菜真是不得了 吃完晚餐我們就入住今晚的飯店吧 Hotel Elegance 就在餐廳對面 走路一分鐘就到了 大家趕快回飯店休息吧 我們第二天早上大概八點到八點半吃早餐 來享受飯店提供的早餐吧 今天白天的行程可能沒有辦法好好享受正餐 所以早餐就多吃一點吧 飯店最有特色的料理是大人氣的法式吐司 加上九州直送的鮮奶油 以及楓糖醬 悠閒吃完早餐 然後整理一下行李大概10點出門 我們從車站搭乘巴士 大概25分鐘 想想走路5分鐘就可以到達白絲瀑布 白絲瀑布比較起日本其他瀑布 少了一點氣勢磅礡感 但特色就是非常非常寬 高度雖然只有3公尺 但寬度居然高達70公尺 是地下水從彎曲的岩壁所流出來的 像絲綢一般也是白絲瀑布的由來 這裡除了看瀑布以外 也可以健行 離開白絲瀑布大約中午 我們前往下一個地方 我們從瀑布搭乘巴士 約40-50分鐘 我們前往鬼鴨出源 鬼鴨出源是附近淺尖山噴發時誕生的熔岩藝術品 1783年的7月8號 火山噴發 噴出了岩漿冷卻之後遭受此器官 也被稱作世界三大騎聖之一 整個園區寬越3公里 長越12公里 中間設有2.7公里的步行道 在至高點的淺尖山觀音堂 是祭司當初與火山爆發去世的罹難者 在園區設有一個休息站 可以買一些輕食衝擊 我們離開鬼鴨出源 回到清移澤大概是下午4-5點左右 我們清移澤行程也要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昨天outlet買不夠 現在可以繼續購物 晚餐我們可以走到雲場池附近 並享用Bistro版名店Pilene的法式家庭料理 整個店家十分的溫馨 配上學籍更讚 店內使用長野的A5極性粥牛肉 或是雞肉等當季最值得推薦的精選食材 用心材慢慢微烤出食材的原味 雖然清移澤大多是以西餐聞名 但想吃日式料理的話 鮑勃推薦Shabu Atago 使用了杏州的和牛或是沖繩的島豚 暖暖的非常好吃 很適合清移澤冷冷的天氣享用 吃完晚餐我們就搭乘新幹線回東京 結束這次的兩天一夜遊吧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自由行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鮑勃跟韋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自由行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